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到贴赏罗利加后书的第三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第五节 让大家分享的是 爱神并有份基督的忍耐 爱神并有份基督的忍耐 我们先来看第五节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并携基督的忍耐 经文中的并写,这个学习的写 原文没有写习 原文是进入基督的忍耐 而这个进入是等于有份于基督的忍耐 就像启示录第一章论到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成在耶稣基督的泛滥忍耐 国度里一同有份 就是约翰论到 他是有份于耶稣的泛滥忍耐和国度 那么保罗在这里就特别问到 他们使徒们的心愿 就是愿主引导 克桑罗里加众圣徒的心 他们教会众圣徒的心 叫他们什么?爱神 同时就进入基督的忍耐 也就是有份于基督的忍耐 把这个心愿 今天我们也应该有 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是对众圣徒 有这个竹愿 这个竹愿是很蒙福的 所以保罗把最好的竹愿 期望摆在众圣徒的身上 就是愿他们 由主的灵引导他们的心 主的灵引导他们 感动他们的心 带领他们的心是什么?爱神 大部分的主的灵同样感动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去爱神 我们不要给邪情诗意 引导去贪爱世界 贪爱罪终之乐 去贪爱放纵情欲 这些是不应该 我们应该是给神的灵引导 去爱神 圣灵就引导我们爱神 引导我们父教阿爸父 引导我们亲近父神 引导我们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 全是你的 所以圣灵是引导我们爱神 那么今天我们也能顺从圣灵的引导 每一次圣灵感动你 祷告清净神 每一天你祷告独经灵修 或者领受神的话 神的灵都在引导你爱神 那么 神的灵除了引导我们爱神之外 同时要我们什么 有份的基督的忍耐 为何呢 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一生活在地上 天路历程 是天路是窄路 是十字架道路 我们也应的爱神 同样面对什么 面对 世人的反对 世人的嘲笑 各种的拦阻 有时甚至撒旦的攻击 但我们必须 效法基督的忍耐 也就是有份基督的忍耐 我们看见主耶稣爱父神 他因着爱 顺服父神的差遣 从高天来到地上 他在一样的福音里多时说 要让你们知道我爱父 父怎么吩咐我 我就怎么行 主耶稣爱父神 所以他完全顺服父神 养给他的一番 但是主如何佛祖 他的忍耐呢 我们要思想 什么是基督的忍耐 你看伟大神的儿子 他降世为人的时候 父神养给他 是要降生在一个 很寒露的马槽的地方 简露的马槽的地方 连客栈都没有 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 然后后来因为 犀利王的追杀 还要随同约瑟 玛利亚逃到埃及 经过西乃旷野 逃到埃及 很辛苦一个 婴儿就要经过这样的 的苦楚 即便当时一岁多一点 都要经历这样的苦楚 然后到了埃及之后 受到了天使歧视 约瑟叫他到以色列地 到了拿撒勒基主 然后就进去 在卑微的拿撒勒城 将近三十年至今 伟大神的儿子 万物是借他创造 他完全顺服 付所良给他的环境 降服在一个最卑微的 拿撒勒城 不仅是大财小用 是大财没的用 但主耶稣完全顺服 他作为旁边的灵机 这个相友 可能都在那边 藐视他 所以拿撒勒的居民 都藐视他 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也是木匠 所以他在那边 要直到三十岁 才出来传道 那个很长的时间 主耶稣是不仅顺服 还有忍耐 他是忍耐 只等到行完神的旨意 所以当他开始出来的时候 这个在加拿的分线上 他特别告诉玛利亚说 母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在提醒玛利亚 他三十年之久 别人藐视 连玛利亚的信心 可能都受了 受了一点动摇了 天使在耶稣降生时候 所讲的话 他等到三十年 还没有看见他出来 行大神迹 他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法律之前 在拿撒勒城 忍耐三十年 时候到了 出来传道 行了多少神迹奇事 叫死人复活 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又传讲无数的真理 但是 那些人终不肯相信 好像师父没有果相 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提到耶稣在各城里 像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 但是 神迹异能 但是那些成的人终不肯悔改 耶稣 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 藏起来 像婴孩彰显出来 耶稣站在那边 没有埋怨 只有赞美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有之 他完全顺服父所良给他 即便没有国家 照样顺服忍耐 最后更是为我们 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忍受十字架的苦楚 万般的痛苦 还有羞辱 甚至圣洁的父神 爱他的父神 在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 离弃他 这是基督的忍耐 他又忍受众人不信他 所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忍受 忍耐要到几时 这是基督的忍耐 亲爱的弟兄弟 圣经说 我们若能忍耐 也要与他一同做王 这是保罗在 提摩太后书说 有可信的发说 我们若能忍耐 也要与他一同做王 忍耐就是做王的生命 基督是忍耐完成神的旨意 就进入荣耀 将来基督得够回来的时候 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 我们所有跟从主 有份与基督忍耐的 将来对于主一同 承受千年国度 这是主可信的话 我们若能忍耐 也要与他一同做王 忍耐不是 纸上谈边 忍耐是患难生忍耐 我们若有份与基督的患难 我们就有份与基督忍耐 当你经历的主所 良给你的环境 其实 主耶稣送福父所 良给他的环境 今天我们同样送福 主所良给我们的环境 父神所良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 都是要叫我们学习忍耐 而这个忍耐 我们应的爱主 应的爱神 而顺服神所良给我们的环境 相互在神 大能保护之下 忍耐 顺服 照样爱 这就是进入了基督的忍耐 有份与基督的忍耐 将来我们就有份与基督 荣耀的活动 所以亲爱的兄弟 但愿我们都彼此 用这个彼此带打 愿主引导我们的心 引导众圣族的心 人人的爱神 并且有份与基督的忍耐 若是我们看见神这个心意的时候 今天临到我们的一些逆境 一些方方面面的困难 都是法中的祝福 叫我们进入基督的忍耐 请问 你学会这个功课吗 基督的忍耐在你身上产生出来了 还是难处把你拦倒 叫你倒闭 埋怨神 若是这样悔改 我们知道 神叫万事复相效力 叫爱神明得以主 叫我们更爱神明 叫我们更活出基督的忍耐 有份基督的忍耐 好 愿神赐福给你